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二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修读微学位课程对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利大于弊 我们今天有两边的对赛 正方的是沙基湾观纳中学的同学 反方是喇沙书院的同学 现在我先介绍一下双方的辩论员 首先是正方主辩周星宇同学 可以和大家示意一下你在哪里 正方的一副是刘润芯同学 正方二副萧程轻同学 正方的一副是陈军叶同学 大家好 反方的开辩是陈卓行同学 大家好 反方的一副是袁正荣同学 大家好 反方二副是杨光耀同学 大家好 可能要大声点,说多次 大家好 非常OK啦 我们很高兴今天邀请到三位评判 帮我们赛事评分 首先第一位是性工会女名才中学的辩论队教练 我们欢迎他 第二位是崇珍书院辩论队的总顾问 罗斯华老师 罗sir 我们欢迎他 至于我就是今天的主席 继时和评判的 我就是资深传媒人和沟通顾问黄杰卫 多谢大家 多多包涵马一会 OK 本场的赛事分为主辩 台上法文 一副 二副 台下法文 和结辩 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每次发言结束之前就会有30要一丁提示 是人肉丁 就是我丁这样 够钟的时候就会有丁丁这样提示 超过15秒就会丁丁丁 一听到丁丁丁就会开始扣分 到时我亦都会 今天 对不起 网赛不需要扣分 但我会meow大家的声 你就没得说话了 至于详细的赛规 大家应该已经收到和看了 请问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是好 我们现在就刚刚有一位新的朋友 进来这里 麻烦这位新的朋友 都转一转你的username 让我们知道你其实是什么身份 进来看的了 麻烦了 好 没有的话 我们即将就会开始比赛了 好吗 是 政方教练 Ms.Chan 是吗 多谢你 你观赛 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立即开始 辩论比赛 先请政方发言 你是有四分钟的时间的 政方主辩 没错 OK OK 准备好向镜头示意 我开始计时的了 OK 叮 最早各位 大家好 讨论辩题之前 先定义两个字眼 首先微学位课程 是指为短期内学习 专业技能议设计的课程 课程时长为三个月至一年 在2014年 美国私立教育机构 Uda City 微学位课程提供学习各类专业知识短期线上课程 例如人工智能 虚拟实景 大数据分析等等 其次 以青年认真力 根据青年事务委员会指出 是以具备配合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为指标 换言之要衡量变体就要师傅收督微学位课程 能不能够帮助青年减低进修困难以应付未来挑战 何况政立变体原因有二 一 课程兼顾学生需要 有利青年持续进修 香港青年协会调查指出 只有三成的18至39岁受访 这在过去五年曾经进修 超过四成半人更无规划未来进修 当中最大仗外包括 学费昂贵 工时胜真难以配合学习时间等等 而微学位课程正正能够针对以上问题 给予青年进修机会 时间难以配合方面 微学位课程以短期网上形式进行 具有单身故事 对于在继续青年 能够在三个月至一年内 选择符合自己日程安排的微学位课程 能同时兼顾进修和工作 提升专业知识水平以应对职场所需 对于合毕业的大学生 经常会面对继续升学 或者是投身职场的两难 选择微学位课程 可以同时作为继续升学 或者进入职场的过渡 而又不会占用太长的时间 更有利弹性规划未来 学费昂贵方面 高分微学位提供免费课程 像MMOC一样开放给任何青年周读 不会因为金钱限制而无法继续提升 竞争力而一些收费的微学位课程 亦会提供经济诱因 鼓励学员完成课程 例如Uda City曾经同Google 宾市等大型企业合办电脑课程 开发入门道模型车工程师等一系列课程 而为鼓励学员完成课程 12个月内收笔课程的学员 可以退回一半学费 可见微学位课程 兼顾青年金钱和时间需要 让青年自我调息 学习进度 有利青年持续发展 提升青年竞争力 2、课程已迹长到向 有利青年竞争本土国际 承言 微学位提供各类高端 科技课程 正正适合当代迹长需求 本土而言 根据2027年的人力资源推算报告 2017年到2027年10年间 香港创新科技及资讯科技行业的人力需求 都会持续增长 而放眼国际 不少初创企业 中小企乃至国际企业 对于高端科技的需求都越来越恩切 可见本土 不论本土或国际企业都正走入 创新主导 微学位课程正正提供科研等专业知识 而有别于一般进修和大学课程 微学位以市场专期课程设计 由办公机构和大型企业开办 例如人工智慧和IBM华生 亚马逊团体合作 自动驾驶和宾市合作 青年学习 最新知识与市并进 提升个人能力 因此青年抽过微学位 课程能够在短时间掌握工作技术 有助青年竞逐本土或国际的职位 在本土或国际竞争者中脱胤移出提升青年竞争力 最后审问有方同学面对时间难以配合 但又要学习专业技能 而改变以应对事变 有方除了微学位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青年提升的研究力 多谢各位 请准备好 正方主辩所用时间4分14秒 无过时 无需扣分 现在请反方的主辩 都是有4分钟的时间的 准备好 向我示意 香港镜头 反方开辩在哪 让我找一下他 主辩 是 准备好未 不过就要差不多了 不然就 可以可以可以 准备好了 叮 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方最后问我们 是不是短时间就可以提供到给他们专业知识 不是 我方不承认 这是你们的定义 接着有方台就说 微学位能够提供员工他们因为数码转型而需要的技能 但他们从来都没有交流过 究竟员工需要什么真正的技能 就是什么编程语言 什么技能 微学位的课程内容和细节 又是不是对应员工的需要 有方一副你要正面回应 今天有方举例子 就是说微学位包括一些科技等的科目 今天有方是错的 他们试读潜见面题为 修读科技微学位对于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 尼大于弊 所以今天他们输打赢要 我们看看微学位真正的定义是什么 试面上最常见微学位的课程 主要是微学时学位等等 主要教授该科基本的知识 让他们毕业后能够有入门的工作 收到微学位需时6至12个月 根据RITOnline的负责人Therese Hannigan 微学位的内容相当于正常学位的四分之一 所以有方和我今天没有说过微学位实质教什么 有什么编程语言 有什么大数据分析平台 得过虚名 凡请有方一副为我们解释 其实有方又觉得微学位很威励 很威励的 但从来都没有向各位交代过 作为一个课程 一个学位 究竟他们在香港的资历教会中身处一个什么位置 他们是否能够跟我们现在的副学士 高级文凡类比呢 为什么香港青年要选微学位不选副学士 然后接驳入大学呢 我们最后看看竞争力的定义 有封的定义都对的 但其中人力资源以及软实力都是重要的一环 因此今天恒量变调的标准就在于 香港青年修毒的利处是否无可吹体 弊处是否不可挽回 今天变题不成立 原因有二 第一 未何位教授基本知识 勞工毕业未能限制 众所周知香港的各行各业都是位居全球顶尖 例如金融业、保险业、酒店业等等 经据2018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香港保险业排行第一 金融专业排行第三 故此香港对于人才的要求自然不会低 各个行业之间勞工竞争激烈 每个人都要展示自己是有更加高的价值 以右方很喜欢的人工智能的例子来回来 目前职份工都有提供人工智能 以及智能科技高级文凡的两年制课程 是一个香港资力架构认证的课程 甚至由本地大学承认 可以作为接驳入大学的途径 发明右方一副 右方口中科技学院等等微学位课程 与这家课程内容有什么分别 有资力认证大学承认 为什么不比微学位更加优胜呢? 其次右方没有解释过 只有基本的知识 如何和其他读完四年大学的人竞争 第二,时间成本 正如上述,香港青年不单不需要微学位 微学位更加不适合香港的青年 原本香港青年在收读微学位的一年间 可以用来读好一些书 做好份工作或者做实习 就连Executive MBA Council行政总裁 Michael Disterio都指出 现时不能够肯定微学位对学生是否有正面影响 而全国学生会主席Aaron Porter都指出 家族学位不可以视作便宜的替捕 很多科目都需要长时间以及课程规模大 才能够有效地存受知识 可便宜、课程时间短、弹性等等 不能够视作为微学位的利处 又回一副,若可以认证变题 必须认证欠缺规管、不受认证的课程 有效令青年知识有所提升 其次竞争力本身提升得很快 但若然香港青年即投放时间到微学位 读完用不着便浪费时间了 众常所述,没有资力架构 没有规管的微学位的利处 可以被副学士、高级文憑取代 所以利处可以取代 而相比正常学位 微学位教授的内容过于肤浅 而且不适合香港现况 香港青年只会浪费时间 这个弊处不能挽回 还有想问有方一夫 如果你是想要请人才 你是会想请正常学位 学士学位的人 还是读微学位的人呢 相反,如果只是行接大学课程的话 为什么青年不应该选择课程 而是未合访呢? 多谢各位 反方开辩所用时间4分07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本来都不用扣分了 总之没有过时 接着就是台上发问的环节 这个时候,正方的台上和反方的台上 都可以自由派出一位辩论员作出提问 而对方必须派出主便便回应 发问的时间是一分钟 之后会有一分钟的准备 在所有的限时底到达前的15秒 即是在无论准备时间还是回应时间的45秒 会听到一丁 两丁即是够钟 无论是准备时间还是回应时间 有没有疑问呢? 与此同时,请判处注意填写分数的次序 在分子的第一格,反方的第一格是回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的分数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首先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上的辩论员发问 请问正方派哪位? 正居首 正方的一副同学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是发问的 准备好,向我示意 丁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来说 他说他不知道这些内容实际是假的吗? 今天我方同学来说 他是教一些比一些大学内容更加专丁、更加深入的东西 有方同学 有方同学来说 现在市场动向根本就不在那里 是专注在一个金融的行业上 有方同学来说金融第三 我方同学来说今天微学位里面 我们见到很多外国的大学 他都可以在一个有教金融的课程的时候 所以有方同学,你今天不要止破不立 你跟我们说有什么可以做到 提升他们的竞争力呢? 有方同学,多谢各位 好,请准备了 反方准备时间开始 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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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请反方的主辩回应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向我示意 主席、评判,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方一傅问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竞争力 其实今天不是我方的论证责任 去论证如何提升竞争力 是有方你要解释 微学位能够提升到香港的竞争力 不过不要紧 我方都可以告诉你们如何提升竞争力 我方在主辩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有副学士、有大学位 有其他高级文凡 有方你又不听 又不回答我方最后的问题 就是说资力架构 现在微学位没有资力架构 不知道它的资力架构是什么 是否比辅合时更加好 有方不敢回答 因为都知道没有资力架构 没有认证 没有受到监管 其次 今天有方说更加专心 比大学学位更加专心 但我方不明白了 你三个月可以嫁给大学更加专心的东西 有方论你也很厉害 我们是否应该全部人都去读微学位呢 所以有方论你没有解释如何做到 其次有方论举例子有科技 主面就会认识科技 但一副又举出有金融 所以有方论立场 究竟对微学位的定义是什么 是有科技还是有金融 还是两个都有呢 所以有方论你的立场太飘移了 我方论不知道如何概括你的立场 所以有方一副 你要跟我们解释清乏 重复微学位的定义是什么 多谢各位 刚刚好一分钟了 现在请反方派出一位代表发问的 请问派哪位举手 主面 不好意思 在分析上有问题 你需要先处理一下吗 对不起 咦?这么有趣? 应该是不... 先看看 这一场 下面有三个 请两位评判看看 王sir是第一格 罗sir是第二格 我自己是第三格 评判可以看一看 楼下下面的环节 分了作不同页 看看可不可以解决到问题 我应该填错了 我填回了 OK 好 那鲁sir 你可以吗? 现在如果比赛继续 需要一点时间? 那反过来 王sir可以吗? 可以的 好 好 罗sir 我们继续 可不可以等你给你一个指示? 没问题的,可以继续 好,那我们现在第二条的台上发问了 反方主辩,你是有一分钟时间的 丁 主持平行座位,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方导说教得更加专业 但这个是不可取的 因为在三个月怎样教得比大学更加专业的知识呢 所以根据Udacity,微学位置是教授基本的知识 所以对于香港的劳工市场来说,涵折不了 绝川了,今天有方导师都只是想说 提多一半书都叫做提升了竞争力 里南大学许教授都指出 今天微学位没有认受性 所以想问有方导师的是 微学位如何行着香港的劳工市场 微学位的基本知识 如何帮助创科 多谢各位 一分钟的时间准备,现在开始计时 丁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正方的主编 准备好是我示意了 一分钟时间 可以吗? 是 还有各位大家好 其实我们看到其中成立的初创公司 他们提供的微学位课程 给在职者提供了训练 他们成立至今已经有80名毕业 九成都转投了科技的行业 平均月收就超过2万元 其实我们也看到 读完这些课程之后 都是有人请的 而其中请的都有汇丰 那些大型的企业 都会请他们 请这些微学位毕业的人 我想问一下有方 为什么不可以提升竞争力呢? 好 台上发问的环节就是完结了 现在就进入负变的环节 请正方的一副举一举手 在这里 好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同样情况 30秒之前会一叮 OK? 够钟就两叮 15秒之后 我会直接召唤你的声音 有没有问题? OK 好 那现在我们开始了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们定义 我和你们说定义就是 今天我们微学位 其实有方很多东西 我们除了有这个 人工资源之外 我们看到有金融方面 我们看到里大那边 都有一个叫做酒馆 那样的东西 其实今天我方和有方 其实有方都没有否认到 微学位是真的可以提升 它的竞争力 和微学位的价值 他们担心的只是这一件事 太深远 没有什么架构 可能会出现一些参差的情况 不值得我们去信赖 有方和我们说 他们觉得参差的理论就是 有方和我们觉得 这件事是没有什么认受性的 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看到的是 他们出来 这个微学位的课程 他们背后做的事 是一些大型公司 例如谷歌 面书那些 之后还有一些很 世界名牌的大学 一些麻省理工 他们做一个合办的时候 为什么有方和我们觉得 没有认受性 有方和我们觉得 这件事是不知道 我方今天和你们说 其实 其实今天这个微学位的课程 是讲一个微乎其名 就是一个细精否微的东西 讲一门学法里面最精细的东西 我用一个通用程式 语言派访为例 在中大的系统开发及程式编写 兼读制课程中 他教的是一些日门的技巧 例如基本的派访 结构语法 网页编写 相反我们在一个科啟学院里面 会很深入地涵盖派访 这件事 我们会学习如何去收集 如何去整理 如何去储存这些专业知识 之后 有方和我还跟我们说 我们这个 是比一个大学 比一个大学位 比较信息的时候 有方和我想问 到底大学位 可不可以比一个 这么高门栏的时候 怎样可以让其他人去读呢 我们见到今天 一个微学位课程 可以给到受众这么大的时候 有方和我还觉得不行呢 有方和我是觉得 这个课程 涵折不了 可能会有些太难的情况 其实今天我们看回 读微学位有两宗人 一种是学习心智识的人 一种是心态自己在学习的人 有方和我所说的太难 现在是假设他们什么都不懂的 但有没有顾及到 知识这些东西 要一步一步来的呢 我们见到科企学院 有为新手 开始一些入门班 亦都有一些心做班的时候 那么今天 到底是有方和我 你选错课堂 但是课堂帮不了你呢 再者 我们今天见到有方和我 很自相矛盾的 他们在说 一来又说 那个弹性帮不了他们 一来就觉得 这个弹性 其实可以帮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有一个不同的问题的 我见到的是 今天微学位 在说的是一个很大的出路 课程里面很精心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 科学科的元素 因为在说的是 我学完之后 例如我读完一个人工智能 我可以利用这些知识 从事工商界变 信业甚至编社程 这些都是青年人 在社会上的本钱 这样才可以提升这个竞争力 还有想问有方同学 你见到这个潜瞻性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放手一时呢 多谢各位 正方一副所用时间是3分09秒的 OK 好 接着就到反方的一副了 请举手在哪里 是 看到你了 这里 是 好 麻烦你去镜头的中间 没错 好 准备好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的 可以了 我给正方台客人进来先 等一等 OK OK了 准备好 开始了 叮 好了 刚才有方同学说到课程时间短 就弹性的上课时间 那我想问 弹性的上课时间又如何 最后学不到的东西都是没用 所以有方需要解释有弹性 如何可以直接导致竞争力提升 那么是否读这些兼读制的课程的学生 比起全职学生的学生更具竞争力呢 有方是否提倡所有中学生 不如即刻运工之后再收读这些兼读制的课程呢 其次 有方会说到那些课程便宜 那些人可以 那些课程便宜 甚至有免费的课程 给这些学生读 那我想问 便宜是否就高竞争力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应该参加一堆免费讲座 省钱之外便可以读多些东西 然后 有方同学又说到 微学位是全球大趋势 那请问有方有没有 举出过任何的数据呢 有多少国家有微学位的课程呢 有多少公司认证这些微学位的课程呢 趋势嘛 有多少大学表明自己 准备认证这些微学位的课程 或者考虑会考虑认证他们呢 是全球大趋势又如何 提升不了香港的竞争力 就是没用 全球大趋势不代表我们要人运亦 除波逐流 就算被有方说得过去 科創是未来大趋势 这些青年读完有关科創微学位之后 就可以有很多行业应用到 那请问有方和我什么行业 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呢 例如收银员 他只需要适用那部收银机 他不需要知道他是怎么运作 难道他要知道怎么写个程式 然后再加好几条数 之后才叫做提升竞争力吗 然后我们不妨看一下 其实微学位提供到什么 正如我方主研所说 香港对人才要求不低 但是微学位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本知识 根本就不套合香港的需求 而我方主研都问你 究竟微科的实际上是教什么 一副完全没有回应到 其实都反映微学位的问题 就是就算有两间不同的学院 提供同一个科目的课程 都不见得他们教授的内容 形式配套一样 可见即使一个学生 拿着一个微学位 雇主或者大学 根本就不清楚这个人 对行业的认知有多深入 反映微学位的认受性低 加上微学位课程错误焦点 以酒店业为例 香港高质数的酒店临纳 需要的人才固然相当高级 而不是只是基本人才 现时香港理工大学提供一年的 兼独制的酒店管理课程 那想问有方二夫 有哪个老板告诉你 他宁愿请一个有 酒店管理微学位的人 而不是一个兼独制课程的毕业生呢? 旅观市场不认受这些学位 那青年有更好选择 为何青年要去读微学位呢? 之后我们就看看 事实上香港青年有什么 比修读微学位更值得做 本地职业培份司 发名叛集即使在接受 香港01的访问时都表示 自己宁愿放弃修读微学位 大陆社会由低做起 有方法哪 断言 年轻人可以去修读微学位 或益良多呢? 所以 麻木去读书学习 根本就不是现在 年轻人需要去做的事情 更加往内放时间 在一些根本没用的微学位上 因此 好 时间够了 已经过了时了 所以我咬了你的声音 接着请正方的义父 举一举手你在哪里? 好 要低下一点的镜头 看不到你的眼睛 可以看到整个样子 好 你同样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就向镜头示意了 好 好 好 叮 刚才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这个微学位有弹性 而且它是很便宜和很免费 他说微学位是帮不了我们 他说因为它是太有弹性 其实有弹性才是对于一些想学东西 而他们是没有 可能就不到时间去读的人 就可以读到这些微学位的课程 它便宜和免费 其实不代表它质素差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有很多名牌的大学 都有做到这些微学位的课程 然后有方又跟我们说趋势 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政府都已经有 这个创新科技局 有做到这个微学位 而且中大和港大 都有加入这个人工智能 其实它是不合理的 然后 然后 其实还有微学位 现在其实是有市场的 我们拿电脑来做例子 在2017年这个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它预计了2020年 这个企业对人工智能的需求 增加了28个百分比 或者更多 那么 那么在一个禁人工智能导向的世界里面 其实越来越多的 企业都在找着新的角色 例如是一些数学科学家 或者是一些人工智能的介绍师等等 那么这些电脑科技人员 刚才我们 我方一副都已经说了 其实我们这个微学位的课程 是给两种人去学 就是一些已经 有这个技能 有这个专业在 但是他想去 去有新的这些科技技能 因为现在 然后 一些可能是电脑科技的专业人员 他们要建立自己的 再建立特定的科技技能 那么他就可以 学这个微学位的课程 因为他的 微学位的课程 就是非常单一的 他是专一 他是一个课题 那 就是适合这些人读 而且是一些可以是零 即是没有 他是 零基础的人 都可以慢慢地 有一些基础班 可以让他们慢慢对这个行业所了解 那么我方都其实找到资料 是说他们是有一些 读完微学位的人 他们其实是可以是 在那个 正开化了自己的工作室 那么他们 因为他们有一些 他们就表示 觉得是读完微学位之后 他们觉得那些导师 是掌握了最正确的资讯 可以令到他们是 程式设计中 可以开展了自己的事业 那么有 其实微学位的课程 和其他大学 和其他学位的本质是不同的 就好像你听歌 你选择买一张专辑 还是在网上 只是买自己喜欢的音乐客戴来听 那 有 就是 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些例子 都是已经成功地可以 开始了 对这个行业 因为微学位 好 已经够了 我们现在请反方的义父 请举手 在哪里 是 OK 准备好 你同样有三分钟时间的 向我示意了 可以 叮 与直评判有方同学在座位 大家好 比赛来到中场 我们不妨用个人层面 社会层面 国际层面 三个层面 所有的正版双方的论点 首先向个人层面 今天有方同学多次重申 这个微学位有弹性的上堂时间 可以配合到不同人的时间表 首先我方想问你 兼读试课程的学生 比起全职学位的学生 是不是更加有竞争力呢? 其实有方同学在座位都知道 根本上弹性就不是微学位独有 但是都不等于学到东西 今天方同学和我们摆错重点 再者今天方同学说 这个微学位开札生的机会 可以提升到现有的能力 好所有方同学根本没有交代过 究竟有多少大学生 是迫于无奈要做自由工作者 或者做兼职 如果认证不到 读了微学位之后 年轻人的人工会多了多少呢? 今天方同学认证到 我们学多了技能 又是否真的提升到竞争力呢? 尚记得之前有个网络业 说是一个人智会的经理 说接收到一个履历 就是年轻人 在一个履历里面填自己 是中学陆运会的全场总冠军 没错啊 跑步的确有技能 但是跑步难道是一个员工 需要大学认证的技能吗? 今天方同学说 这个微学位便宜 省钱 人们可以用钱做其他东西 其实按照方同学的逻辑 今天提升竞争力 也很便宜的方法 例如找看相楼 看楼莲运程也很便宜 今天方同学是否觉得 年轻人应该去看相 就是对他最好呢? 但根本便宜不便宜 就无关事 如果学不到东西 也是提升不到竞争力 有方同学再次摆出重点 好了,到社会方面 方同学今天跟我来说 现在公司需要很多 多元技能的人才 但时间不够多 所以需要靠微学位 去帮助年轻人 可以快速地吸收各种多元技能 首先方同学是否出到 哪一家公司需要多元技能的人才呢? 时间不够多的时候 请问如何可以 在这么短时间内吸收多元技能 浓缩的课程内容呢? 到最后是否什么都学不到呢? 如果有方同学今天论证得到 在微学位的课程中 年轻人真的学到很多技能的时候 但是何位有什么用? 有方同学今天讲到金无敌的时候 今天还用不打辩论比赛 还用不讨论呢? 其实今天根本就是一个 逗抽正方的游戏 有方同学今天可以论证得到 微学位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 学到很多东西的时候 想请问今天方同学 今天要复试学位 要复试学位 要复试学位 要石试学位 有什么用呢? 想请问有方同学 好了,到国际方面 今天方同学来说 微学位肯勾美 又要受到谷歌 亚马逊等巨头认可 已经比从校园取得本科文凭 更加具有竞争力的趋势 可以提升到竞争力 可敢请问有方同学 今天有多少年轻人 是因为读了微学位 去到这些外国认可的公司上班呢? 反而有方同学今天 都不敢跟我说香港的公司 因为你都知道 香港公司的管理大学 根本就不承认这些微学位 请问有方同学今天 所谓的大公司 汇丰等等 请这些收读微学位的年轻人 是请他进去做什么职位呢? 是否请他做一个 做一个科创微学位的年轻人 进去掃地呢? 其次有方同学今天 经常都说有人请 但有方同学根本 无论证到这些大公司大业 是因为有微学位而请 他们凡是不和我们交代 那哪些公司坦然有收到微学位的人 他们会招待 是优先考虑的呢? 其实今天提升微学位 从来都不是读多了一本书 其实今天读得对书 才能够提升到年轻人的竞争力 问题是在于今天方同学 他都证明不到一个微学位 他必然能够教到东西 而他教到的青年人的学以致用 肯即层上面发挥所长 或者这些所谓微学位 根本不被政府本来带他承认的时候 我方由冲地问在座位 到一个这样的学位 和我读多一本人工智能 又或者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微学位 本质上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纯粹读多一本书的时候 今天年轻人如何提升到竞争力 所以今天对这个微学位 对年轻人的提升竞争力 终对弊大于你 多谢各位 下方已剥使用时间3分10秒 好了 现在就进入到台下发问的环节 每一边是有两轮的发问 请台下的同学发问的时候 记住要展示自己的样子 一定要开启镜头 可以吗? 大家要知道 发问的时候是一分钟 准备时间也是一分钟 之后回应的时间也是一分钟 有没有疑问? 全部都是一分钟 我想问 可不可以同一个人答两条? 准许 好 谢谢 不过你们自己自己考虑 如果一个同学答完两条 有部分评判会将团队合作 他会否考虑呢? 你们自己去衡量 因为每个评判的评分标准都不一样 好 现在我们首先请正方的第一条台下发问 请问哪一个同学举举手 你们在哪里? 正方的台下举举手 是,看到你了 看到 那你有一分钟的时间是问问题的 好吗? 45秒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丁 让你知道快点问题 好的 好 准备好 丁 有九成毅学 有九成毕业薪 转头 科技行业毕业后 薪酬平均每月超过二万元 相反就读和资讯科技相关学实的大学生 他们毕业之后 只得一万两千元起床 其中四成毕业薪 是达一万六千元以上 请问有方同学都未学 好了,时间够了 已经过了 都听到请问有方同学的这几个字 好了 反方,你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做准备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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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反方的代表哪一位举手 主便会回应的 你有1分钟时间准备好向镜头示意 丁 主席评判,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方在这里讲资料 但我都听不到问题是什么 但我会尽量回应他的资料是什么 有方说科解学院 我方不明白了 你读15周可以读给别人四年大学 更加专业的知识 没有门楼就可以读得这么专业的知识 还可以取得2万元 我方不明白了 一个平常的大学生的起跳点 都只是12000元 各位,你觉得读15周还可以取得2万元 合不合你? 有方的数据是否正确? 有方今天完全没有回应过 我方知力架构的问题 没有回应过有没有人监管 是否就是我方四位裁员 随时都可以开一个微学位课程 给别人开班教授 我方不明白这点了 其次我方就问了 那些僱主为什么不是请一个读兼学制的人 而是会请一个微学士学位的人 有方又没有回应过 我方以乎他出了 反迫了别人的汇封资料 我方不明白了 就是你读科创对于其他香港的其他学业 为什么会提升这个竞争力呢? 所以今天有方和我 好,时间够了 请反方的第一条台下发问 请举手在哪? 反方台下 谁会问 我站好同学 你可不可以开灯的? 如果不可以就算了 开了 开了,好 可能我退后一点 不要紧要,也可以的 好,谢谢 好,准备好向我示意,向镜头 可以 叮! 主席平平作作 各位大家好 根据前全国学生会主席 Aaron Porter 一些家族的学位是不能视为便宜的替捕 很多科目都需要长时间依靠课程规捕 才能够有效地传授知识 可见便宜、课程时间等等 根本不能视作微学位的利处 其次尤方在第一条台下发问 科企学院的人起身2万 有大企业请 但是尤方从来没有论证过 他们本身是没有人请的 所以尤方都会尽量论值的责任 尤方若要论值的应收性 要证明到这班人本身没有人请 读完才有人请 所以证明到竞争力的提升 所以想问尤方 究竟有多少人因为微学位 而由失业变成有公开的呢?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准备时间够了 请正方拍出代表 哪位同学请举手 这边 是 正方一副 你有1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向镜头示意 可以 丁 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说 其实短期不是理储 不如我们来看看 短期其实正正就是 微学位的其中一个特性 我们讲的是微学位 可以在一个短期的时候 在說一個很專精的東西 我們見到他可以利用這件事 這是他的特性 假設你真的什麼都不懂 你覺得這個課程架構很亂 你可以去參加一些入門班 你不一定要去一些一來就很深的東西 我們在說的是 我們每一天可能下班 每個星期抽兩小時 去學這些東西的時候 累積下來可能三年之後 你是不是比一些沒有學的人 有更加高的競生力呢 有方同學其實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這件事整件事的前瞻性 可能現在有方同學 我們退一萬步地說 有方同學覺得現在讀完這個微學位 都是沒什麼用的了 我想問有方同學 這兩樣東西 我們看到剛才我方議夫也說了 政府有什麼創科局這些東西 都是展示到這個市場將會向香港 時間夠了 現在請正方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請舉手 在哪裏 正方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正方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是啊 好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向鏡頭示意 OK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方看到原來其實在香港 負責辦學機構和課程質素保證工作的 學術及職業評審局都表示 他們目前正就微學位進行試驗計劃 並推出認證 指相關的認證介紹 預料會涵蓋本地及非本地的微學位課程 當我們見到微學位無論是本港或國際都會受到認證的時候 而老闆都會請他們社會普遍更加注重的是個人技能 而不是學位的時候 有方同學覺得微學位學不到東西 請問右方 右方同學 你們覺得公司是應該請一群沒用的人 還是他們應該將他們的薪水 用來請一群能夠在短時間專精一門技能的人 多謝各位 好 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叮 多謝 According to My Oliver 議員 頂下 好,時間夠了 現在請反方派出代表哪一位請舉手 這裏 反方的一副同學 你有1分鐘時間,準備好向鏡頭示意 可以 有方剛才說到問我方 公司應該請一些沒有讀書的人 還是一些讀微學位的人 那問題來了 這個世界上哪個人是會不讀書的呢 也都是有方需要論證 有多少人是會不讀大學的學位 而去讀微學位呢 而有方又說到 香港的機構正在推出這個認證給這個微學位 正在推出,即現在還沒有 即是現在的課程是不受認證的 多謝各位 好,現在請反方第二條的台下發文請舉手同學 是否剛才那個 哦,這裏的同學 好,你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好向鏡頭示意 可以開始了 叮 好,主要的題目序,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一直都是打稻草人 我方是說這些微學位的質素是差 是因為香港政府根本就不認證科技學院的微學位課程 雖然說有方一副提到的理工大學的酒店管理 都是一個兼獨製的酒店管理的學位課程 不是微學位,有方連定義都還搞錯 而根據政府發表的資歷級別通用指標 亦都付諸受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能力而言 要懂得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程式的高級功能 支援及提供工作效能 就至少要修讀資歷認證級別5的課程 偏偏有方在台上提到的微學位課程 比大學位內容更加專精 之後又說微學位是給讀學位的人去進修的途徑 我就想問究竟有多少大學的畢業生進修 是會選擇進修這個微學位課程呢?多謝 一分鐘準備時間 定 等下 一分鐘 可 一分鐘 五分鐘 二日 一分鐘 二 也 一分鐘 一 五分鐘 二 請正方派出代表哪一位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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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哪一位? 請多褪 recommended 請你準備好目睹 請請主事件 請到了 現在我們請教他 其實已經擁有大學學位 想課的目的就是為了吸收職場所需的知識 而有一大部份的學生更是在讀大學的再校生 其中他們讀微學位的一邊是用來複雜用 而另一種就是對課程有興趣 但想省大學費的人就會選擇去讀微學位的課程 謝謝各位 好,現在台下發文的環節都完結了 然後我們有一分鐘的時間讓雙方進行結辯 然後我們就會正式開始 準備時間,現在開始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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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們下節的時間 對 tub和主義的關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三 异上天开 有科今天说要求各个行业都去读微学位 真的很搞笑 他觉得微学位是大势所出 就要飞心破下去 有科同学说你以为现在玩的追骨头游戏? 有科不明白珠宝业又如何科技化 法律行业又如何数码化 其实现在全球说的是区域分工 而不是各行各业做自己的事 第四 或蛇添足 今天有科同学说到微学位很厉害 竟然说人人都要读微学位 那那些作家、收稳员又如何读 应该要读哪种微学位呢? 难道你叫作家自己作个程式出来帮自己作文 还是想一些收稳员整个电脑出来帮自己收钱? 第五 掩耳道力 有科同学说 右方同学由主辩去到刚刚上一条的台下发文 都说过微学位是一个短的课程 可以令到学生在短时间学一个技能 但在三十分钟之前 我方主辩不是说了 全球学生会主席Aaron Porter都说明 一些加速的学位不可以视为便宜的剃保 很多科目是需要长时间和规模大的课程 才可以有效传授知识 可见便宜和课程短根本就不是微学位的利处 右方偏偏不理 一意估计 以为在序各位听不到就可以混水摸鱼 第六 掩重取从 右方同学就算他今天说过 教的东西多深入多专业都好 但是微学位在香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认可 还有微学位在香港也没有受过任何的监管 甚至读微学位是根本没有门栏的 有方同学被知不谈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证明了微学位在香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认受性 最后就是智商矛盾 首先有方同学就说 读微学位可以提供一个弹性的时间表给你 但是如果他没有门栏 那些差的同学又怎么可以学到一些专业的知识 他们是不是说很努力很专业很专心地去读微学位 那他们是怎么有弹性的时间表呢? 其次就是 右方同学由一开始主辨的时候就说 微学位是由三个月至一年的学位 但是为什么在第一条台下发文的时候 右方同学就说说微学位可以读三年 其实根本就连右方同学沟通都错了的话 那为什么今次变题可以成立呢? 其实阿多斯伯夫在1716年的国库论都提到分工有概念 那两个世纪又多,真是逐渐消逝 200年前,经济学家说我们奠定了基础 但是右方偏偏不珍惜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之处 香港也不例外 香港的命根不是旅游业,不是餐饮业,而是金融业 其实真是想发展所长 人才一组已经读了四年的电脑科学士学位 去了美国的植谷、深圳这些地方去发展所长 所以香港是长处,从来只是发展金融和贸易 而不是另起劳造去发展所长 最后有方同学可不可以认证 尽自己的认证责任 如果有方同学想认证性的话 你要证明这些人根本没有人请 去到有人请 这样才可以证明竞争力的提升 所以来到 好,时间够了 现在我们请正方的结辨同学 你同样都有四分钟的时间 正方结辨请举手 在这里,见到你了 在这里 好,那准备好,向镜头示意 丁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想播放前面一些东西 其实你会不会让一个40岁的人去读大学 是不会的 这个门栏问题证实到 其实这个大学不是所有人都读到的 并且,虽然这个香港的微学位是在审查中的 但其实外国很多名牌大学的微学位 已经接受这个认证 所以其实是可以出外国去读这个微学位 去增强这个竞争力 还有,之前一开始有方同学都说过 是说香港是金融力的基础 是香港的命根 而这个英属哥良比特大学 是有商业基础的课程 正正认证了一开始 有方同学说的金融业的例子 为什么无效提升竞争力 既然符合了香港的现象 并且我们现在看回生活的例子 其实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价格的严重 用这个网课上行 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趋势 以这个网课形式的出现 一开始难免受到质疑和疑惑 但随着这个疫情的蔓延 网课形式会战略变得流行 而且普遍的 相反 有方同学因为微学位的一部分 限制和不足之处 而质疑这个新的趋势 其实有方是否因为库部自封 而不肯接受这个新的事物呢 虽然网课不直接等于这个学位课程 但是他们两个对我来说 都是一件斩生的事情 是一个可以学习的 来到比赛的尾声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名词 就是章育人才 它的定义就是人得两手两脚 但是可以透过这些对高工作的充实 成为有多专利用错力等不同 八种的核心能力的章育人才 在现今的章育人才世代 多元发展个人技能已经不可或缺 而更多弹性的作法 提供了更多迎向成功不同的途径 相反 如果有方同学会整理之外 这样为浅方的话 我们就见到其实只有大学证书 成为了主流 所以我想出来的变成的机会 也都越来越小 到了结变的环节 不如我让我们重新试试一下 变题的字眼 到底现在香港竞争力 是什么趋势呢 今天我方成功举出了不同的例子 都在说香港人普遍的学历普遍上升 但是向上流动机会大不如前 当中的原因可能是 可能因为附入这个青少年竞争力的 其中一个指标 就是附入这个未来发展能力 专业知识和科学知识不可或缺 而刚刚有方的二副同学 已经说过这个职业需求是不大的 其实我们是看出来 有一个数据科学家 和一个计算机士 各工程师等不同的职业 是接受这个未学位的课程 而人工智能的人才 是很短缺的工作申求增长化速 未学位就符合到这个现时社会需求 它的课程是以教授这个人工知识为主 我再来看面题的字眼 到底是什么才会理大于弊呢 今天我方承认未学位有些合理限制 和不足之处 但是有方一味惯着 在课程内容艰辛等的弊端 一味无限放大 分达了所带来的利益 所以当我方其实有方同学 在这里考虑地怀出同事 并没有正确平衡当中的利弊 所以今天问题应该成立的 去到最后 今天我们应该讨论未学位 其实就是未学位的课程 就是这个紧贴社会需求 教授这个社会短缺和兴起的知识 而相反大学采用这个传统教学模式 教学内容可能比较过时 我明明有一方同学担心 新方式认清年难以识认新的模式 但是当我方今天 举出这么多成功的例子的时候 可以见到我们在未学位 出现了这个正正符合短时间 上这个高频道的课程 我觉得有用的识口是非常之高的 工业时代早已过去了 现在国际市场大多数都是由科技主导 未学位因为规模不大 而可以随着这个社会短缺的人才 而灵活变通的课程的标准 开见它这个前卫的作风 开启到这个社会的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发展 虽然刚刚也提过 香港人还在审查中的未学位 但欧美地区的未学位 已经发展十分成熟 而他们多家名牌大学 已经创造了这个未学位课程教学 例如刚提到的这个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是这个商业基础的课程 而导致这个大多数的跨行业 初创企业和高智能企业 越来越多研究人工智能和高级分析 虽然这个领域的传统工智能仍然有价值 但是很多在首席人员 转向这个战场课程 以一种更快更停的方式学习 因此网上学习会解决经济上的分量 多谢各位 下一方主编所用时间4分12秒 好了 现在我们就等评判再看一看分子 以及大家喝一口水和去洗手机 好吗 我们4分钟之后 1,2,2,5的时候回来 我们就会进入评判评说的环节 好吗 谢谢大家 等我减一分 但是 我是 我 我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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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